你会被两双鞋 你知道我突然接到了谁的电话吗 喂 喂 什么意思 干嘛你在拍夜戏啊 对啊下雨了 啊深圳下雨了 深圳变冷了 天哪北京下雪了 哈哈 我又听说了好像是 那个我们这边都那么冷 你们那边肯定更冷了 对其实北京也挺冷的 那你怎么你今晚大夜啊 不知道呢 那就等着呢 因为下雨嘛 现在就是再停一下 马上就要过去 太近点了 哦 嗯 那你注意不暖啊 你带着那个暖宝宝 什么的那些东西 是你给他找吧 你是你只是暖暖的 你那边去做老婆 不是 那关键说 我不是在晚上工作啊 我晚上不在外面栽的呀 你现在不在工作是吧 我在屋里呀 你每次都是要疯独 不要疯独的人 我先打断一下 你们能不能跟大家新闻 打个招呼啊 打个招呼啊 你们什么情况啊 打电话打了五分钟 那个我现在在做那个奥康的那个直播啊 然后就是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对 忘了 就是官方的打招呼是吗 对对对 官方的打招呼 下雨是不是大 腰上 你管我了 你就自己注意点的下来 那个本来要给你这视频来的 但是那个服装不让曝光 你就侧外打电话啊 服装还不让曝光 你别乱说话 我别着脉子 小夕被人录下来 那你们现场都给我照顾好了啊 别着脉子 听到了 小夕你 你敢别当主持人家 他不是 我换脏吗 谁敢换你 看完笑 有没有那什么样的 你跟这边 封管一下来 你不是什么 这边都那个 不是 其实在你心中 我这所有东西 都是我买的 要不要把奥康 拿下来 我懒不起 那你那你今天晚上几场行 还有五场 还有五场 那你 那你绝逼大业了 现在才几点 懂 那个 那个 我让我儿子给你带新装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的 跟普通版 跟普通版就是 它颜色 就看起来挺大气的 嗯 然后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主要是 专辑这个 是吧 就是都是长那样 还能做出话来 但是主要是 你写那段话 我觉得还挺好 其实你专辑了 如果不是你的专辑 我连收都不收 对不对 我从来不收专辑 我没有这个CD机 我只能用台来做珍藏 但珍藏的话 我就觉得上面 有你写那段话的话 我还有点意义 不然的话 我告诉你玩不玩 等会 你先等会 我现在是在办公室里面直播 办公室外面 摆了一百张你的专辑 我要把我的镜头扫过去吗 不是不是我想问 粉丝送我一百张 你哪个粉丝没有钱 我每一场接受他们都给你 吐少爷 吐少爷 不是不让钱吗 吐少爷 谁说不让钱 吐少爷哪个没钱 我说不能叫孟瑞 孟瑞不喜欢别人叫他孟瑞 只能改成少爷 加州说不给钱了 我前一天还看了 你签个孟小宝 那是他们的IC名吧 对啊 然后我跟你说 那个纸啊什么的 都是我设计的 里面的东西 那个要看到我的心意 怪不得你长了 那种白头发呢 我说怪不得你长了 那种白头发呢 没有啊 你给我披了一个白头发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就挺好的 我收到了就行了 是不是 太抚养我了 真正很难过 你现在干嘛呢 你卖过呢 卖什么货 我生日你怎么办 生日 生日我有准备礼物了 已经 礼物我要他干嘛呀 当时就知道了 我不要礼物 我有钱 我有神秘惊喜 当时就知道了 是吗 嗯 等着 我跟你说 你这个神秘惊喜 如果让我不神秘的话 你就死定了 那你赶紧拍戏去吧 那你赶紧拍戏去吧 你不照 那你 你别让别让人等了 你别让人等着 然后在那边 多多跟人家来点事什么的 我不会说话 到时候 你不是厉害吗 你帮我摆一杯 我是说话的 那你就好好那什么多穿点 把那个羽绒皮什么 晚上还是凉 嗯 行 那你告诉大家 那个我上次直播了啊 那个高路天邦商商 都走 哈哈哈哈 提前放入购物车啊 11号这天就可以买了 对对对 我还没等说 你先帮我操 行 好嘞 嗯 行 那你好好拍吧 那你 你赶紧的吧 然后准备 你不是有客机组了吗 好好拍啊 我那个戏往后推一推 对 可能我这个月先去 先去跟他们把那些东西订一订 把那个剧本跟导演摸一摸这样子 对 我拍摄时间还是要往后推 但是我后面就书 可能今年应该会出来吧 行 那么挺好的 我正好给你写书的时间了 对啊对啊 好好拍啊 别丢人 行 记得想我啊 哈哈哈 你也是想我 想我才给我 你给我打电话 嗯 好吗 嗯 拜拜 所以就是我们 大家如果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懂你了 哈哈哈 哎呀 我想休息一会 嗯 好 大家搜索天猫 哦 哦 靠学业 旗舰店 大家在双11的时候 呃 就可以买起来了 记得在双11的时候 进到旗舰店里 因为他们一天 会有很大很大的优惠 然后呢 呃 好像说是 什么优惠 买一送 啊 会有买一送一 就是 什么优惠 可以买 给爸爸买一个 然后把那个剩下的 那双送给男朋友 对不对 或者是给爸爸买一个 剩下那个 自己穿 对 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 呃 大家可以 就是抓住机会 好 抓住优惠的时候 把醋进来了吗 把醋进来了 喝口水 可以继续了是吧 可以 我们先 快问快答 最后个问题 还有啊 快问快答 还没问完 怎么着呢 就是不满意吗 最近的工作中心 是什么呢 啊 最近的工作中心啊 最近的工作中心 就是我先 呃 我的书其实已经 快接近尾声了 我现在在修改阶段 然后呢 那我 哎 我要说什么 你一直在 其实 我其实刚刚还蛮意外 小孩突然给我们打电话 因为 对 因为 本来 不是这个事情 本来 本来我是说 要跟他那个 就本来要跟他视频的嘛 但是他今天晚上 要拍一个戏呢 因为剧组 你也知道了 对不对 有很多衣服 他确实不能 偷 啊 对 对 所以没有办法 因为有很多 其实像 他造型什么的 也不可以嘛 但是就 就不行 所以我在想说 你有没有 因为都 我们都没准备好 你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话 想要跟小孩说的 哎呀 我就觉得吧 他说话蛮爱得罪人的啦 因为剧组是一个大家庭 剧组拍摄一个东西 他也拍了很多戏了 他也知道 他是一个所有人 创作起来的一个结晶 就是缺一不可 在灯光摄像 化妆服服装 包括可能一些 厂工都是值得尊重的 然后就是他就是 我希望他能够 嗯 因为他比较小孩嘛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 跟大家都相处的 特别愉快 然后能够受到 大家的喜欢 然后就是顺顺利利的 把这部戏拍完 照顾好自己这样 嗯 那其实 他刚刚刷自己 是不会说话 其实我觉得 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就 就在我眼中的他 我觉得他也是 蛮孩子气的一个人 他蛮一起用事 对 那在你眼中呢 是台湾的时候写的 在我眼中就是 因为我知道他 其实会有一些 很多的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生 都会面临好的选择了 对不对 嗯 有很多工作 不是我们想接的 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想做的 那如果我们遇到 很多困难 麻烦 或者是一些挫折的话 那可以跟朋友倾诉 然后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嗯 就是 我觉得分享和交流 很重要 嗯 任务游车一 以鞋子为道具 伸起上演 求爱戏 其实 我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挺可爱 然后 之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交集嘛 然后 我们也送过 对方很多礼物 当然我送的比较多 所以呢 我不介意 我再送一次 然后 我觉得 嗯 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在外 保抑好身体 然后 比如 注意保暖之类的 这种话 但是听起来 可能有点像屁话 但是其实这个是 就是最深情的 也不能说最深情 就是最 真心的一种关系 对 那小的时候呢 就经常说 手脚梁 然后手脚梁的话 那就代表 这个人没人疼嘛 对不对 所以我想的就是 脚筋永远不会来 刚才笑得给我出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 想送你一双鞋子 那这双鞋子呢 不是让你 不是让你离开我 走到哪里去 而是说 这双鞋子能够 嗯 让你的道路 事业的道路 越走越远 然后 这是我一心 然后也希望 这双鞋子能够 停步在 的人 因为我是等 就是心里面 这种感觉 对 好吧 快快 我亲爱的小孩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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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恋爱的时候 哦 他永远是个孩子 如果要是有一个男人开始向你撒娇的时候 就是他把你当成最亲近的人 吃一下 咖啡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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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是太孤独了 去拿货 我又再这样做 我会给你让他走完 好好进去才好 然后才怎样 行 那你给你吧 别蹭上枕了 再让我过来好 哎 好吧 走得烧没毛了 你也没说 关心我一下 我这全妥了 我不再给你拿来 先抱我 干什么 来 来 干什么呢 我什么 你给 给我 不给 我的 给我 不给 你怎么 谁呀你不告诉我干什么 别人 不合你 梦子 那边梦子不对是吧 人 我心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你是否让我睡觉了那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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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很心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美术 我愿意陪伴你 这个应该我给你自己讲的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 在这儿 然后望着窗外 那个时候 想念还没有定 寻找想念 对 寻找想念 在小黑屋里 嗯 对 寻找 想想那个时候 我现在有什么感触 啊 静 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走上回家 是UNC